昨天上午9点多,在沈阳市余洪区的阳光路上,一辆越野车突然失控,一下就撞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。 这一撞挺吓人的,一下把电线杆撞断了,电线杆砸在了越野车上。 这辆越野车是怎么失控的?一起来看看。 在现场记者看到,一辆越野车撞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,水泥电线杆被撞断,上面的部分倾倒后砸在了越野车上。 越野车的发动机盖被砸扁。 人受伤吗?没有人。 咋装的? 其实啥不出嘴了,然后一吊一笔咋子。 咋上滑,是不是? 越野车驾驶人说,他开车经过这里时踩了一下刹车,没想到虽然已经露出了黑色柏油路面,但是路面还是很滑,结果车失去了控制,奔着路边的电线杆就撞了上去,好在人没事。 交警判定这是一起单方事故,但是暂时车还动不了,需要专业人员前来处理。 提醒大伙,咱们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,尤其是选线路滑的时候,咱们更得控制车速了。 小心驾驶,千万别急踩刹车急打轮。